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9日表示 该国政府将检查在国防部办公室使用的监控技术 有报道称 在这些办公机构安装的中国制造的摄像头 引起人们对安全风险的担心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回应称 中方反对任何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歧视打压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希望澳大利亚方面为中国企业正常经营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多做有利于双方互信和合作的事情 马尔斯9日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澳国防部正在对所辖建筑内的所有监控设备进行评估 将移除发现的中国产摄像头 不过马尔斯也对澳当地媒体表示 澳民众不应对敏感数据被提供给北京的风险反映过度 同日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不担心移除中国产摄像头会引发澳中关系恶化 他说我们根据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形式并采取了透明的做法 而且将继续这样做 澳大利亚人报9日报道称 澳反对党网络安全事务发言人帕特森 去年发起的对澳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内部审查 发现在250个地点安装了至少913台 由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和大华开发并制造的摄像头等设备 帕特森宣称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可能被迫向中国政府提供全天24小时访问监控数据的权件 海康威视的发言人回复称 我们的摄像头符合所有适用的澳大利亚法律法规并符合严格的安全要求 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美国和英国已经禁止或限制销售和安装海康威视与大华的设备 声称这两家公司受中国政府控制 并可能在被要求移交数据时与中国的情报机构合作 不过这两家公司都强烈否认其设备构成任何安全风险 并表示公司无法访问最终用户的视频数据 拆除中国制造摄像头的行为既可笑又愚昧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 九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澳一些政客污蔑和炒作中国产摄像头 所谓安全风险并不是真的出于安全考虑 而是为了制造和煽动中国威胁论 当前中澳双边关系开始改善澳反华势力对此焦虑和担心 为了阻挠两国关系的发展 澳反华势力老调重谈 利用公众的信息不对称 以莫虚勇的安全借口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形象 希望借此迫使政府推出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政策 他说在反对派和其他鹰派势力的压力下 阿尔巴尼斯的表态是配合美西方舆论的说辞 但这种行为实质上造成了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